大家好,我老肉 之前咱介绍过一种山羊,很厉害 它们生活在阿尔卑斯山,特别擅长攀岩 说有些个大坝,接近90度的岩壁 它们也能爬上去,跟挂在上面一样 那真就是飞烟走壁,真功夫 那么这种山羊叫圆羊 今天咱们的故事就从一只比飞烟走壁还要神奇的圆羊说起 说2003年的时候,有一只小圆羊出生在了西班牙 它是阿尔卑斯山那些圆羊的近亲,西班牙圆羊 再精确一点的话,是西班牙圆羊的一个亚种 叫比利牛斯山北山羊 那么这只刚出生的小圆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一只克隆羊 虽然论名气它跟克隆羊多粒,那肯定没得比 不过论生物学意义可就不得了了 因为这是人类第一次把已经灭绝的动物给复活了 说过去地球上最后一只比利牛斯山北山羊叫瑟利亚 生活在西班牙的保护区里 2000年的时候被一棵倒下来的树给压死了 不过好在,在瑟利亚出世之前10个月 科学家们从它的耳朵和腹部提取了一些皮肤样本 用液氮保存了起来 就是用这些皮肤细胞,科学家们克隆了154个胚胎 植入到了44只带孕山羊体内 后来有7只怀孕成功 最后只有一只生了出来 可以说特别不容易 不过呢,这只小原羊肺部有缺陷 刚过了7分钟就死掉了 非常可惜 这就是人类复活灭绝动物的第一次尝试 那么有了这第一次尝试 你自然就会想要更多 比利牛斯山北山羊科学家们还在尝试 另外比如带狼啊,嘟嘟鸟啊,铝鸽啊 也都有复活计划 不过还有那么两种动物有点特殊 就是猛马象和恐龙 它们受到的关注度那可就太高了 这哥俩要复活的话 那一定会是全球性的爆炸新闻 所以今天的节目 咱就一起来看看猛马象和恐龙复活到哪了 那么说一种动物已经灭绝了 你想复活它 目前有三个办法 一个就像刚才说的原养 如果你有它的活体细胞 那就简单很多 可以直接克隆 首先从它活着的近亲那儿搞到卵细胞 把卵细胞的细胞核去掉 替换成灭绝动物的细胞核 然后进行奠基 就能激活它 让它发育成胚胎 最后把胚胎植入代孕母体子宫里面 等着婴儿出生就可以了 嘴上说说就是这么简单 直接克隆的前提 是你得提前保存了细胞才行 野外敲木声灭绝的话 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然后另外一个办法 类似于人工育种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南非的斑驴计划 什么是斑驴呢 可能好多人没听说过 其实它是斑马的一个亚种 主要是花纹不一样 斑驴只有头上和脖子上有花纹 1883年的时候 地球上最后一只斑驴 死在了阿姆斯特丹动物园里 灭绝一百多年了 那么斑驴计划的原理 就跟人类驯化加禽加畜一样 想要野猪多产肉 就每次都选最肥的去配种 若干代之后 加猪就出现了 又肥又不爱动弹 变成了野猪的一个亚种 所以复活斑驴也是这个套路 研究人员找了2500只平原斑马 从里面挑了9只 这9只身上和腿上的条纹最浅 然后让它们繁殖后代 再从后代里面挑浅上加浅那些 最后一袋比一袋浅 跟斑马差别大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叫它斑驴了 也就是说 这种方法并不是复活了已经灭绝的斑驴 它相当于弄了个新斑驴 然后再说猛马象和恐龙 用这俩办法能把它们带回来吗 活体细胞肯定是没有 所以直接克龙显然没希望 然后选择育种呢 就亚洲象这个数量 这个繁殖能力 自己灭绝不了就不错了 哪有那么多毛又长牙又长的让你挑 是吧 肯定不可能 而且选择育种 顶多也就培育个亚洲海星 把亚洲象培育成猛马象 培育出新物种 那就想太多了 所以在复活猛马象和恐龙的问题上 人类只能寄西洋鱼一样东西 就是上帝的手术道 说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获奖的科学家是 埃玛紐埃勒沙尔庞杰 和珍妮佛道德纳 这两位对CRISPR-Cas9技术 做出了突出贡献 那么CRISPR是啥呢 就是编辑基因的技术 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把剪刀 DNA的双螺旋链就是跟丝带 有了这把剪刀 人类就能对基因进行编辑 剪掉一节 替换一节 或者插入一节都能做到 现如今好多转基因的农作物 动植物就是用它实现的 想要复活猛马象也得靠它 那么有了复活的技术 还得由它们的基因组才行 说地球上最后一只猛马象 大约死在4000年前 已经相当久远了 不过好在 北极圈的冻土层帮了个大忙 它就像个大冰柜一样 保存了大量的猛马象尸体 好多标本的完好程度 都让科学家们惊呆了 比如2013年 西伯雷亚北部的永久冻土里 就找到了一头猛马象 连皮带肉的保存得非常完好 一刀切下去甚至还溅血了 像刚死没多久的感觉 你就很难想象 它们生活的年代 竟然是在4万年之前 这就是永久冻土的厉害 不过呢 深度冷冻了几万年 你看起来再新鲜 细胞肯定也会遭到破坏 DNA也会发生降解 所以想找到包含 完整基因组的细胞 就非常困难 目前来说的话 科学家们只能找到一些DNA碎片 把它们凑在一起 给猛马象拼一个大概的基因组 这里面基本包含了猛马象 之所以是猛马象的那些关键基因 有了这个 复活他们就有戏了 那么来自哈佛大学的遗传学家 乔治秋奇博士 就对复活猛马象很感兴趣 而且他们已经成立了 专门的生物科技公司 打算实现这事 大概是这么个思路 对照猛马象和亚洲象的基因组 找出其中的主要差别 然后编辑亚洲象的基因组 把一些关键的DNA片段给它修改掉 大概要修改多少呢 粗略估计 差不多得改40万个片段 工作量非常庞大 然后再往后就跟克隆一样了 把编辑过的细胞核 注入亚洲象的去核卵细胞当中 电机激活胚胎发育 把胚胎植入到代孕母象的子宫里 这样母象生出来的 就可以说是一头猛马象了 是这么个计划 虽然它不是完整的猛马象基因 准确来说是猛马象和亚洲象混血 但是因为关键点位都被编辑过 所以猛马象的主要特征 比如长毛啊 皮下脂肪啊 巨大的象牙什么的 应该都有 至少从外观上 就是一头猛马象 至于它能不能适应北极圈的环境 那就得真成功之后再去检验了 而且啊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今后如果能找到 保存更新鲜的猛马象样本 从里面提取到完整基因组的话 那就太好了 到时候复活出来的猛马象 就能更接近原版 对野外环境的适应力肯定也更强 毕竟花这么大力气复活它们 不能放归野外的话 那就太遗憾了 总而言之 现在人类复活猛马象 技术储备是有 具体实施难度还非常大 不过还算大有希望 相比这下恐龙呢 情况就复杂了一点 科学他们说了 说与其复活一种恐龙 咱还不如创造一种恐龙 说到复活恐龙 那肯定绕不开侏罗纪公园 而且对于绝大多数恐龙迷来说 电影里用的复活恐龙的办法 简直就是标准流程 是吧 先找到一块6500万年前的琥珀 刚好里面有只蚊子 又刚好蚊子在被包住之前 刚刚吸了一只恐龙 你说巧不巧 然后科学家们就从蚊子体内 提取了恐龙的基因 还原了恐龙的基因组 再用青蛙的基因补齐一些缺损 把它塞进鸵鸟蛋里 用复旦器那么一敷 于是乎一只恐龙就诞生了 这就是科幻电影的魅力 那么现实中呢 就面临很多实际问题 首先恐龙的DNA 古生物学家们能找到多少 其实就很不乐观 电影里设想了一只蚊子 被封闭在琥珀里 琥珀里有昆虫的确实不少 叫虫破 有些虫破也确实有蚊子 不过据我了解啊 在琥珀里发现的 刚好吸了血的蚊子 就非常非常罕见了 好像目前科学家们 只发现过一只 来自4600万年前 那时候恐龙已经灭绝了 将近2000万年 所以它吸的 绝对不是恐龙血 而且啊 就算今后找到了 那么一块琥珀 跟恐龙同时代的 里面的蚊子 也刚好吸了恐龙血 这么理想的情况 其实也提不到 多少恐龙DNA 因为琥珀密封性再好 它也只是保存了蚊子的外形 经过几千万上亿年之后 里面的DNA早就碎得不清了 顶多能找到些DNA碎片 而且很难分辨 哪些是恐龙的 哪些是蚊子 或者其他动物的 想靠它 拼出恐龙的基因组 那几乎没有可能 当然了 除了吸血的蚊子之外 也还有其他一些可能性 比如2007年 科学家们在一只霸王龙的 腿骨化石里面 就找到了一些蛋白质 另外2020年 研究人员在一只 亚冠龙的化石里 发现了软骨组织 也就是说 有那么一些机缘巧合 可能会带来一丁点的机会 将来找到恐龙DNA的长片段 还是有希望的 目前来说的话 所有被发现的疑似恐龙的DNA 都是很小很小的碎片 跟蒙马像基因组 那肯定没得比 毕竟蒙马像刚灭绝几千年 恐龙都走了几千万年了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那么搞不到基因组 怎么复活恐龙呢 有一位疯狂的科学家 正在搞一些疯狂的研究 而且这位既是 侏罗纪公园的科学顾问 又是电影里主角的原型 他说想弄指恐龙当宠物 所以就动手了 说古生物学家杰克·霍纳 可能是世界上最想复活恐龙的人 他在八岁那年 第一次见到了恐龙化石 然后就沉迷了 就想养殖恐龙当宠物 后来也顺理成章的 当上了古生物学家 而且啊 霍纳还是第一个 发现恐龙胚胎化石的人 命名了一种恐龙 叫磁母龙 西半球第一颗恐龙蛋 也是他发现的 可以说在恐龙考古方面很有权威性 既然成了研究恐龙的权威 那儿时的梦想也就有机会了 虽然霍纳给侏罗纪公园当科学顾问 不过电影里复活恐龙的方法 他也知道是瞎扯 根本不可能实现 所以他才走了另外一条路线 搞了个叫鸡龙的项目 简单来说 就是把一只鸡变成恐龙 说到这儿 可能有观众想起来了 因为经常会听到 鸡是恐龙的后代 这么个说法 是吧 那是不是说明鸡跟恐龙最近呢 其实并不是 准确来说 所有鸟类它都是恐龙演化来的 你像是鸵鸟啊 鹤鸵啊 这些家伙 在演化之上 那可比鸡近多了 就算同样是鸡形目 比家鸡更接近恐龙的 也大有鸟灾 不过实验肯定要用很多很多蛋 霍纳倒是想用鸵鸟蛋 很明显不现实 所以还是鸡蛋来的方便 随手就有 之所以选鸡来复活恐龙 就是这个原因 那怎么把鸡变恐龙呢 霍纳利用了动物的反祖现象 比如有些小蛇出生的时候 有短小的复肢 偶尔人类的婴儿 会有多余的尾锥 形成一节小尾巴 还有极罕见的情况 会出现全身都有毛的人 也就是说动物演化的时候 某些个反祖基因 它并不是消失了 而是被关闭了而已 某些偶然的因素 再把它打开 就会出现反祖现象 那么霍纳提出把鸡反祖成恐龙 其他一些科学家也很感兴趣 比如2006年 瑞斯康星大学做了个实验 他们重启了鸡的一个基因 叫TOPIT-2 结果鸡胚胎就把牙长出来了 还有2015年 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有先研究 他们在鸡蛋里加入了一种化学物质 抑制了让鸡长出汇的蛋白质 然后就得到了一个 不像鸡脸 更像爬行动物脸的胚胎 另外2016年 来自智利大学的研究 他们关闭了跟鸡腿有关的一个基因 结果鸡胚胎 颈骨和肥骨的比例 就变成跟恐龙一样了 这都是些让鸡变回恐龙的常识 另外还有让鸡翅变回前爪 这个看起来最简单 因为本来鸡翅的骨头 就跟恐龙前爪有点像 不需要大动作 其实最难的部分 是鸡的尾巴 目前研究来说的话 鸡好像不能通过反阻 把尾巴长出来 这块可能需要基因编辑 假如尾巴也解决了 咱可以设想一下 有那么一只鸡 脸长得像蜥蜴 嘴里有牙 有点前爪 双腿粗壮 还长了条尾巴 这还能算鸡吗 就算它不是一只恐龙 管它叫生鸡龙 我想也不过分吧 不得不说 把蒙马像和恐龙 重新带回地球上 确实够劲爆 肯定会吸引很多眼球 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 如果真能成的话 为什么不能 是吧 好像科学家们 有足够的理由 去复活它们 不过实际上 这事的争议 一直都很大 支持的声音 和反对的声音 都不少 比如蒙马像 支持复活的人说了 说蒙马像当年灭绝 本来就有人类的原因 现在人类有这技术了 把人家再复活出来 也算弥补自己的过失 天经地义的事 怎么能不搞呢 另外研究生态系统的专家 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们说蒙马像会破坏小树苗 阻止森林扩张 让北极圈里 草原面积更大 相当于非洲象 和西数草原的关系 自从它们灭绝之后 北极圈里好多草原 都变成了森林 那么草原面积大 有什么好处吗 科学家们认为 北极圈里的草原 意义非常大 首先相对于森林来说 草原积雪之后 对阳光的反射效果 要好很多 另外草在夏天吸收二氧化碳 一顿风涨 冬天枯死 因为温度很低 枯草不会降解 每年都储存起来 可以起到固碳的作用 永久动土 碳汇量那么大 就离不开草原的贡献 所以说蒙马像 维持草原面积 对减缓气候变暖 能起点作用 有这么一种说法 不过呢 反对复活的一方 理由也很充分 说靠蒙马像 恢复草原面积 根本就不靠谱 粗略估计 你也得有几十万只 才能看到效果 人类给它们留的栖息地 想在野外自然繁育都很难 根本养不活多少蒙马像 所以就算蒙马像复活了 大概率只能生活在动物园里 变成吸引游客的卖点 变成典财的工具而已 可能投资这事儿的人 本来就是这个目的 并不是为了让蒙马像 冲振凶风 然后恐龙呢 就更是这样了 就现在这个生态系统 你要把恐龙加进去 指不定多少物种遭殃呢 就算复活成功了 也绝对不能放归业外 最后差不多也就像 侏罗基公园 招揽招揽游客 或者基隆那种 看能不能变成宠物 怎么看 都是商业利益更大一些 对物种本身 不见得有多大意义 而且啊 复活蒙马像和恐龙这种 肯定要投入 巨额资金和研发精力 有这些钱 还不如投在动物保护上面 快要灭绝的物种 别让它灭绝 这才是最紧要的事儿 至于把蒙马像和恐龙 带回来呢 也不急在一时 等罗干件之后 人类技术更进一步 它们栖息地有保障的时候 再搞也不吃啊是吧 毕竟都灭绝这么久了 我觉得也不差这百八十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